正经的7.62毫米北约制式子弹我们见多了 但眼前这盒蓝色的子弹大家一定没玩过 它可不是小朋友的玩具子弹 而是专门用于打靶的训练弹 它的弹壳与弹头是软塑料一体成型 并且里面的发射火药也比普通子弹少很多 因为使用这种子弹的目的 就是为了减少训练时的误伤情况 所以理论上它的威力要比一般子弹小很多 但如果你觉得自己能扛上一发 那今天的视频或许能救你一命 接下来我们就用手上这把HKG-3自动步枪来测试 看训练弹的杀伤力究竟如何 首先测试的是弹道凝胶 我们从50米远的位置进行射击 子弹不仅没能射进凝胶 反而被反弹了回来 不过依然在表面留下了3厘米的弹坑 看起来这样的威力并不足以致命 那么如果近距离射击 威力又会如何呢 接下来我们在25米外射击混凝土砖 这次14发训练弹全部命中了砖块 并且在第4发时就已经将砖击穿 显然在近距离下 训练弹的威力同样不容小觑 下面我们继续减小射击距离 同时将目标换成4块15毫米厚的石膏板 看训练弹在15米外能击穿几块 这次子弹直接击穿了两块石膏板 并且在上面留下了拇指大小的弹毛 而子弹也被撞击成扁平状 这样的威力要是打在了人身上 估计不是一个窗口贴就能解决的 不知道评论区的你能扛几发这样的子弹的 据说二战时有个倒霉鬼从飞机上掉了下来 当他要砸在火车站的玻璃屋顶时 刚好站内发生了爆炸 强烈的冲击波缓冲了坠地的速度 最终他幸运地落地并摆了个POLF 为了验证爆炸冲击波是否能降低下坠速度 托瑞和凯利决定先进行小型测试 而测试中将用汽车安全气囊代替炸药 并且使用千球来模拟倒霉的士兵 看爆炸产生的冲击波能否降低千球下落的速度 凯利在上面贴了不同规格的震荡感应天 通过查看感应天断裂情况 就能对比千球落地的冲击力大小 但实验需要两人配合默契 而通过多次尝试 始终没能让爆炸与千球的下落同时发生 于是他们改变了实验方案 并且在屋顶上放置了一块玻璃 以尽可能还原真实的情况 重新布置好后凯利再次释放了千球 这次气囊在千球落下的同时发生了爆炸 将玻璃炸成无数碎片四处飞散 但同时也将感应天弄坏了 这就意味着不能通过感应天来对比千球的下落速度 为此他们在不引爆气囊的条件下再次进行了测试 通过高速相机的对比可以看到 两次千球落地的速度几乎是一样的 显然爆炸并不能减缓下落的速度 并且爆炸产生的玻璃碎片足以造成致命伤害 但亚当依然相信留言中的士兵活了下来 因为他怀疑测试中的某些环节出了问题 于是他们决定用450公斤炸药进行实验 看爆炸产生的冲击波能否缓冲下落的速度 据说有个倒霉鬼从6000米高的飞机上掉了下来 但地面的爆炸缓冲了坠落的速度 从而让他幸运地降落地面 留言组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他们决定使用450公斤炸药进行实验 首先亚当根据当地的建筑特色设计了火车站 而吉米则用刚条焊接车站的框架 并在屋顶上覆盖了54块玻璃 随后他们找来一个巨型铁桶 并在里面塞满同等剂量的炸药 以此来模拟炮弹达到相同的爆炸效果 由于没人愿意充当志愿者 吉米只能用假人来代替倒霉的士兵 为了能把假人精准地丢在屋顶上 实验时将用氦气球来代替飞机 并把坠落高度调整至150米 因为这个高度足以让人达到终端速度 而终端速度就是人在下落过程中 克服阻力达到的最快速度 最终假人会沿着导线掉落在装有炸药的车站 看爆炸的冲击波能否降低坠落速度 当气球充满氦气之后 吉米割断了固定绳索 但巨大的声力直接扯断了连接假人的线篮 差点就将吉米带上了天 重新绑定假人之后 他们再次释放了气球 当假人上升至150米高度时 所有人躲在了安全地点 随着倒计时归零 他们释放了高空的假人 在倒数6秒之后 炸药发生了剧烈爆炸 并且冲击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周围扩散 那么士兵真的能在这样的爆炸中幸存下来吗 后来他们在现场查看时发现 被炸飞的钢条像领带一样缠在了树上 这足以证明爆炸的杀伤力 如果人要是掉落在爆炸的上方 估计连扎都不剩 所以爆炸冲击波是不可能缓冲坠落的速度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据说在15世纪的欧洲战场上 士兵们宁愿用石头来代替炮弹 因为它和铁柱炮弹的威力相当 并且在击中目标后会因为破碎而不会被敌人利用 难道石头真的能当炮弹用来杀敌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刘烟祖向博物馆借来一门同时期的奥摩西大炮 但由于这种实验可能会对炮管造成损坏 所以他们决定先用奥摩西大炮对铁柱炮弹进行测试 在得到正常发射的速度之后 再换成自制的迷你炮筒 并调整火药的剂量来达到相同的速度 为了确保实验的安全 他们在实验场布置了防弹墙 并在前面放有水桶以缓冲炮弹的冲击力 做好安全准备后凯利按下了发射按钮 通过高速相机的计算 正常火药剂量的奥摩西大炮 能将铁柱炮弹加速到366米每秒 接下来他们将铁柱炮弹装在自制的迷你炮筒中 而由于炮管更短 他们加大了火药剂量 但随着一声巨响 这次炮弹却打偏落在了粉丝家的院子里 所以如此危险的行为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为了实验的顺利进行 最终有粉丝愿意将自家的奥摩西大炮 借给他们实验 同时托瑞也找到了地质专家 在专家的分析下 当时用于制作炮弹的石头可能就三种 分别是砂盐 石灰盐和花钢盐 那么哪种石头做的炮弹 能达到铁柱炮弹的威力 并且击中目标就会破碎呢 据说15世纪的欧洲战场上 狡猾的炮手不想让打过去的炮弹被敌人利用 于是将石头打磨成球形来充当炮弹 那么石头真的具有铁柱炮弹的威力 并且击中目标后就会破碎吗 为此托瑞找到了三种不同硬度的岩石材料 三人分别将岩石打磨成炮弹大小的球形 然后来到试验场地开始实验 为了使不同材质的炮弹达到铁柱炮弹相同的速度 凯利通过测试三种炮弹的重量并带入动能公式 分别得到三种不同的火药剂量 经过实弹测试 砂岩炮弹的速度达到了360米每秒 而石灰岩和花钢岩炮弹则为375和353米每秒 这与铁柱炮弹366米每秒的速度基本相当 那么以这样的速度轰击城墙又能否达到铁柱炮弹的威力 并且自身破碎而不会被敌人利用吗 接下来他们用砖块搭建了模拟城墙 通过对城墙的损坏程度来衡量不同炮弹的威力 而首先作为对照实验的是铸铁炮弹 一声巨响后 他成功击穿了两层砖墙 并击碎了四块砖石 随后进行的是杀岩炮弹 虽然只击穿了一层砖墙和两块砖石 但炮弹已经粉身碎骨无法被回收利用 而后面的石灰岩炮弹威力显然要大很多 他成功击穿了一层砖墙和三块砖石 并且炮弹同样碎得只剩下炸 最后就是硬度最大的花岗炎炮弹 它几乎达到了铁柱炮弹相同的威力 但铁柱炮弹能被敌人重复利用 而花岗炎炮弹在击中目标的一瞬间便支离破碎 很显然石头是能够代替铁柱炮弹进行发射的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 我是探索哥 咱们下期见 据说人类是无法实现360度荡鞦韆的 因为当身体达到一定高度时 离心力就会小于人体的重力 从而导致鞦弹坠落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刘烟组制作了一个简易鞦弹 首先托瑞在地面铺设好了缓充电 以避免掉落的时候当场开袭 而凯莉和格兰则制作了一个环形刻度尺 实验时通过高速相机的配合 就能得到鞦弹摆动的高度和速度 凯莉首当其冲进行了测试 她凭借重心靠前的优势不断加速 但最终无法当过360度 因为当她摆到一定高度之后 铁链就开始松软 高速相机侧的她的最高速度达到了7.2米每秒 接下来上场的是托瑞 她使出最大力气想让自己当得更高 可铁链承受不住压力导致摔了个四脚朝天 如果不是地上的缓充电 估计今天都要去她家吃饭了 等他们重新加固铁链之后 格兰给自己换上了防护衣 并且在凯莉和托瑞的助攻下 她很快就实现了加速 但由于防护衣限制了格兰的动作 导致失去平衡停了下来 为了提高实验的成功率 他们请来了体重更小的假人男孩 并且将铁链的长度减小了一半 也许这样就更容易翻转过去 随后在四个猛男的帮助下 假人很快就当过了最高点 但此时的铁链却开始出现松软 导致男孩直接掉了下来 看来一般人是很难把鞦韆当过360度的 那如果在身上加装火箭推进器 是否就能实现完美翻转呢 据说人不可能坐在鞦韆上当过360度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下面托瑞制作了一个等比例的鞦韆模型 并且通过测试他们得到 鞦韆当过360度所需的最小速度为11米每秒 显然这个速度对于人来说非常恐怖 于是他们决定将模型的铁链换成纸杆 这样就能将所有作用力都转变成速度 而这次他们测得只要速度达到3米每秒 鞦韆就能顺利翻转过去 为了能在全尺寸纸杆鞦韆上进行真人实验 他们来到了马戏团训练中心 并且这里还能得到杂技大师的指点 几人做好热身运动后 格兰带上护具首先进行了测试 在大师手把手的带领下 鞦韆的速度越来越快 但当达到230度时 格兰表示自己要吐了 为避免漫天飞舞的壮观景象 他选择了放弃挑战 紧接着凯利也进行了尝试 虽然刚开始感觉良好 可很快他就大喊受不了 最终他的成绩也只达到了240度 此时托瑞成了他们全部的希望 可看似强壮有力的他却被击中了软肋 当鞦韆被荡到了280度时 托瑞就直接被吓到腿软 眼看他们如此艰难 大师决定亲自演示一下 在没有流言阻拖后腿的情况下 大师很轻松就实现了翻转 可见直干鞦韆是能够荡过360度的 而为了让铁链鞦韆也达到同样的效果 于是他们决定使用物理外挂 通过给模型绑上窜天猴的实验 他们发现 当火箭喷射的角度为40度时 鞦韆就能完美翻转 接下来他们在假人中线上绑定了火箭推进器 同时将角度调整为40度 随着火箭尾焰的喷射 鞦韆终于完美当过了360度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在家长陪同下进行